字幕提供 Glory,是榮耀的意思 也是一位19歲少女的名字 我和太太那時替她起名Gory 不是叫Gory 幫你起這個名字 最主要是想在你身上看見神的榮耀 的確在她一路成長的時候 我們看到在她身上有神的榮耀 原來榮耀的背後 要經歷這麼多苦難 我覺得 這麼多次癌症都來死不去 神真的有一個原因 譚文君,Glory 14歲的時候患上骨癌 19歲發現患了血癌 病痛的折磨 不但沒有讓這位少女放棄 相反,她們的生命 還充滿熱誠和希望 我起歷以前想讀醫、做醫生 我好像覺得會幫助別人 十四歲這個年紀 是開始學習獨立 開始對將來有所憧憬的時候 一切都有如初春的陽光 但一夥少女心 就在這段少年不知愁滋味的階段 要面對一般成年人都難以承受的骨癌 這個無情的考驗似乎來得太早 文君的一隻腳 因為這個病而要接受手術 令她從此要靠拐掌行路 對於本來 期望將來參加奧運游泳比賽的 文君來說 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但當中,她們生命有新的靈悟 我覺得這是很像這個測試 就是這個經驗 我學習得到 我感受到很多東西 你平凡人真的不會… 你平凡人走路 你不會覺得… 你不會感受你們可以走路 文君的職結樂天 不是只有一個港字 他還在生活中充分表現出來 雖然化療的過程很辛苦 但他竟然以優異的成績 考入了美國名校衛斯理學院 他要好好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所以我打算去大學 可以開始一個新的… 好像做平常的年輕人 去繼續讀書 當文君真的以為可以重過正常的日子 向著自己的人生目標繼續進發的時候 在2005年3月 即是戰勝骨癌後的第五年 他又要承受生命中 經營一次沉重打擊 也有想過是血癌 那我就很… 我哭了很久了 因為… 好像讀得好你們 又剛寫完文件 又剛考完兩件事 好像…我做了這麼多事 然後突然要停止我 我忘記了3月9日 醫生跟我們說的時候 我們也不接得 所以在夜晚 我們要拿一些影片 給另一個血癌的專科看 他只是一直冷靜 他說對不起 我真的沒辦法 他說對不起 文君是家中的獨女 得如其內的血癌 不但令文君身心受苦 也令他的父母心如刀割 我還記得 開著車回家的途中 豪哭開著桌盤 我還沒試過 幸好我哥哥打了電話來 他說要小心 這句話是提醒的 我真的想扭一扭桌 對,我以為人生很簡單 就可以避免這種痛苦 文君一家定居紐約 關係親密,感情非常要好 一家人無所不談 文君就連有男生追求 都會跟爸爸說 文君的爸爸 是紐約中華海外宣導會的牧師 雖然他知道生命的主權在上帝手中 但見到寶貝女一次又一次 要面對病痛的折磨 他也有想過放棄的時候 我跟普通人一樣 對神的質問 雖然不敢在口 但內心是有的 不能夠接納 很激奮 很無奈 這都是所有人都經歷過的 包括我在內 我和我太太問我女兒 和我女兒說 我說Gory 如果你拒絕接受花療 你不接受 我說我可以當父母明白 我們不會怪你 但原來 入世未深的女兒 她更了解生命的真諦 她想都沒有想 她說爸爸 我接受 我看見她還說是無料期的 她這麼痛苦,你受過 她說是我知道 她說其實 我也想像我同學一樣自殺 我也有這些念頭 但我要揮下去 女女堅強的意志 再次提醒譚牧師 生命不是在自己或醫生的掌握之內 而是在上帝的因手中 有一段時期 我的胃口腫瘦很低 然後我的胃口腫瘦也很低 所以讓我打開 所以我覺得很傷心 因為我 Always 到處都有被癮痕 我自然很擔心 是好像在裡面出血 我有一天晚上 我祈禱很久,然後我又說 這麼多次發病,但我也不死 你還想我生存下去 你就快點讓我的血液變高 幫助我的血液變高 你知道嗎? 她也有聽我的託告 所以她作為父母 你不幫她揮到底嗎 是否真的絕望?不知道 到底機會有多少?我也知道不多 但在這個時候才真正說 在神手中,不是醫生手中 所以一人以為,幸好牧師 你是牧師 否則你也不知道怎麼經過 我說不是,我說跟普通人一樣 不是你信了多久 而是當你面對這種消息的時候 你的信仰才真正開始 你的信仰才真正開始 你的信仰才是在這間 說明是不可欠嗎? 你會不會想到嗎? 你會不會想到你 你會想到她的信仰才會 你會想到我 你會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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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